大家好,这个扶桑花在经过了春季修剪 又养护了一段时间 现在已经变得枝繁叶茂了 那么在现在它的枝条已经长到了这种程度 我们就可以给它吹花了 这些枝条大多数都已经长到了有五个厘米那么长了 那么这么长一段这个枝条已经是可以开花了的 那么我们在这阶段就要给它吹花了 这个扶桑花只要养护得好 它开花的时间非常的长 从进入花期到花期结束之间 都不会出现花朵缺乏的这种现象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它盆里面 给它埋上一勺白花花的粉末 来让它把这些花朵开出来 扶桑花开花是开得非常长久的 那么从它这个特性里面就可以看出来 它是持续不断的要吸收这个零元素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它花盆里面 给它加上一些超长效的零元素就可以了 这样能够刺激它源源不断的开花 那么什么样的肥料能够达到这种效果呢 那就是这个骨粉了 它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零元素 而且又是一种长效的零肥 那么我们先在这个花盆的旁边给它挖一个坑 然后再把这个肥料给它埋进去就可以了 扶桑花对于零元素的需求量是特别特别大的 因为它能够持续不断开花 好 先给它打上一勺的这个骨粉放到这个坑里面 再把这个土壤给它翻盖回来就可以了 这一勺骨粉已经足够这一盆扶桑花吃上一两个月的时间了 那么在这盆扶桑花把刚刚埋的这一勺骨粉给吃完了之后 我们再一次给它填埋这个骨粉就可以了 能够让这个扶桑花源源不断的把花朵开出来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